大家好,昨天就有花友私信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的茉莉花为什么开花总是那么少呢 像我这棵茉莉花开了一波又一波 可是基本上都已经花苞花满枝头 在茉莉花生长发育旺盛的时候 养护是非常容易也非常简单 首先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才有利于脊柱长的壮食 有一句话这样子说 活不活靠浇水 长不长靠虚肥 所以像我这棵茉莉花长得这么好 主要就是在根部一定要充足的养分 看这个盆土里面都是一些养分 全部给它撒得满满的 椰面肥就给它使用了这种磷酸氢钾 坚持7到10天喷虚一次 这样才有利于花芽分化的多 只要养分充足了才能让它长失望 虽然现在已经冒出了非常多的花苞 我们不要高兴的太早 因为这种花苞往往是最容易引起一些虫害来啃食 一旦被虫害啃过之后呢 就会逐渐的出现掉落 无法绽放 我们给它做预防这一步工作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 异防虫害我们给它使用的沙虫药呢 就是这种浮虫胺小白药 它是内吸型的又是颗粒状的 直接撒到盆土表面 经过浇水就会快速的溶解 让脊椎快速的吸收 而且渗透到土壤里面 有效的把虫卵沙面 这样脊椎吸收到成分之后 就具有一种微毒 虫害就不敢靠近了 就算靠近一旦啃食也会中毒而亡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